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尝遍所有美食 哈喽民国113年6月16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这个暑假很快就来到了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的这个暑假的行程 已经卖的剩下不多了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个国内大型的这个 应该是排名在前面第一名第二名的大型旅行社 可乐旅游他们的总经理李继波来我们现场来聊 因为可乐旅游这几年国内大型旅行社 他们在操作这个市场的时候 有一些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包邮轮 然后包火车 那有的是独包 有的是几家旅行社一起合包 那可乐旅游他们也有他们独家包的东西 他们跟其他人最大不同是 他们会包什么 他们会包场域比如说包游乐园 外国的主题乐园 然后他们会很专注的针对家庭旅游市场去做 比如说岛屿度假 家庭客去岛屿度假 这观念很新吧 去主题乐园这个不用讲 这个是爸爸妈妈最爱 你一进去小孩子疯了 一晚晚两天 对不对 然后这个岛屿 然后还有这个海岛度假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可乐旅游他们总经理李继博来聊 可乐旅游针对暑假 针对亲子家庭市场 他们做的一些特殊规划的行程 继博总经理在现场 继博好 姚大哥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市场回来没 市场回来 应该是回来了 回来了 全部回来了 跟2018比 跟2019吧 有的人18有的人19 跟2018比 因为不管对2018来说 2018还有一块叫做港澳大陆市场 啊 以我们公司来说 很大 我们大概整个年度 每出100个 在港中澳的部分 大概占18 其他的部分占82 哇很大 是很大 是很大 因为港澳大陆市场 其实中国市场有团客 港澳市场有散客 所以说 那个部分 而且在疫情之前 其实港澳市场 大约是占我们公司的 营运比的百分之六到七左右 那中国大概占11到12左右 所以整个港澳中 大概占我们 营运的百分之十八左右 如果以2018年 我们公司的计算 呃 因为我们2018年 大概整个出团 全年度的出团人 是大概在八十万左右 团客八十万 哦 鸡皮疙瘩 你看 真的起来了 所以 真的起来了 这个部分我们就会 先少掉十五万 我们就会先少掉十五万左右 因为目前呢 呃 大陆部分没有开放 那呃 港澳跟大陆是牵动的 所以它都会受影响 所以在这个部分 剩余的八十二里面 大约 以今年目前 上半第一季跟第二季 目前看起来 大概已经回复到六成多了 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还有观众朋友 这个可乐旅游啊 他们 他们这种大型旅行社 他们是全线开打 就是就是全球 应该说航空公司有飞到的地方 他都有他们的行程吧 是 对不对 是 但是但是应该还是有一些比重的 比如说东北亚东南亚占比 或者说北美美加欧洲占比 纽澳占比 是 你们再去掉大陆港澳 占比最高的 呃 日本 还是日本 还是日本 呃 如果把韩国加 就是如果把日韩加起来 东北亚 他可能要占到呃 将近 二分之 呃 20%了 二分之一左右 哦 因为日本 韩国的量大 因为 而且他是短线 呃 那 长城县的部分 因为长天数 单价也高 所以他或许在 在呃 人数的占比上面 没有那么高 嗯 可是他在营业额的贡献上面 高 其实他跟日本差不多 真的假的 是 也就是说 可能我做 三个日韩课 到日韩旅游的人 欧美线一个就底掉了 呃 呃可能要做到看 看重 因为以营业 如果 如果 以营业额来说 呃我们大概在 18年19年的时候 欧洲线的营业额跟日本 独立日本的营业额 大概约在1比1左右 哇 所以你们欧洲线做的也不错哦 因为欧洲线呃 他的呃 呃营业额高 嗯 因为他有一些呃 就是而且欧洲涵盖的也很多 嗯 因为除了 中 就是大欧洲之外 其实对我们来说 像土耳其啊 中 那些 嗯 杜拜那些 我们也归纳成大欧洲里面 就是长城县里面 呃 而且疫情之后 其实从解封之后 呃 欧洲的恢复状况 一直是呃 在割陷入里面 很好 很快 欧洲几乎已经要恢复过去的水 他们好像是 是是 一解封 恢复最快 是 最快 速度最快 速度最快 就是他们就 口罩不要戴了 就就对不对 就这样对不对 因为他 可是可是航点也快吗 航空运能 航空运能呢 他在呃 慢慢慢慢 就是他恢复的状况呢 因为呃 基本上呃 刚开始的时候 或许他机位的供应 没有那么多 嗯 可是呃 以线 以今年来说 今年2024年来说 其实呃 机位供应的状况 其实呃 还不错 因为呃 八成左右 航点也变了 对 至少 差不多八成 因为呃 你看 您看华航除了 飞呃 卫尔纳之外 他还因为 某一些因素 还飞了布拉格 嗯 就说其实 长城线一直在 在征班当中 嗯 所以呃 那个长龙也飞了 木尼黑 就说这些东西 其实都呃 对欧洲线的呃 操作 对长城线的操作 其实有更灵活的运用 越多航空公司飞 价格有机会 是 上一点 而且呃 以线 呃 以解封之后的状况 尤其是今年的状况 呃 可能国际的航空公司 大家都觉得 欧洲为什么这么贵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 用 非国际的航空公司 我指的非国际是 我知道 大陆的航空公司 我正要讲 就是说 哎呀 划算很多 我懂我懂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因为恢复啊 这个航空公司啊 他们他们 他们有他们所谓的 这个营收管理 叫EU Management 产值 Revenue Management 产值管理 那个人票可以卖的 比较贵 获利比较高 他们在一般飞机上 保留给个人的机位 比较多 给团体机位 比较少 虽然现在慢慢 慢慢增加了 但是还是相对贵 所以这个聪明的业者啊 他们就会去找这个 穷则变 变得通嘛 是 去用 陆籍航空公司 反正我们 多个两小时转进去 价钱差非常多 差很多 对 我举例好了 以今年的暑假的意大利来说 如果是国际的航空公司 假设国际的航空公司 需要十万 那可是你经大陆费 非国际的航空 就是陆籍的航空公司 不管上海 或者是哪里 就是来飞的话 大概会是六五折左右的价钱 他就是 纪博总经理是举个例子 这个不是确实的价钱 他只是举例说 价差其实很大 但你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利用这个方式可以享受到比较 比较划算的价位去达到同样的旅游目 是 对不对 是 好 讲回来了 暑假 你们每一次暑假都很有策略性的 在针对家庭和亲子市场来操作 今年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们每一年 其实在暑假的时候 我们都会针对 因为每一年大家都知道 就是暑假的时候 就是家庭旅游的忘记 对 因为男的的假期 基本上就是 爸爸妈妈都会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 而且我们经过 因为我们自己有大数据 因为我们已经经营了四十几年 所以 你们有四十几年 我们已经做了四十年了 有这么久吗 有四十年了 那时间过得真快 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就是从很小 从很小到现在 已经四十年了 那所以我们收集了 我们自己内部收集了很多的资讯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 从我们自己内部的资讯里面 我们发现 就是说每一年的暑假 其实在哪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 爸妈最常要带出去玩 国小毕业 国中要毕业 就这两个群 是哦 特别多 因为可能国小毕业 需要一个仪式感 爸妈要带他去国外 有道理 国中毕业要转高中 需要一个仪式感 那个也算小孩啊 家庭旅游啊 都是小朋友 家庭旅游 我一直亲子 我其实亲子有分啦 有一种就是 小孩 还有一种小小孩 是 对不对 那你现在讲的是大小孩 高中 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资料库里面看到 好厉害 在暑假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小 爸妈带这样的小朋友 出国的比例最高 当然也有其他的 小学刚毕业 我可以理解 他可能就半假了 是 可是高中的那个 也是当成 不会 因为对小朋友来说 基本上航空公司的定义是 未满12岁 而且现在 高中 以前是这样 而且现在航空公司已经没有儿童票了 没有了 就是加钱 就是大人票一样一致 对 天哪 除了婴儿以外 我零个小四小三的 你带个三岁去的也是 没有儿童票 是哦 国级航空公司都这样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 人群未美了 对 所以说其实 对小朋友 我们我们只是在看 就是哪一个年龄 我们只四个去分析 哪一个年龄成的 就是在比例最高 并不是全部都是这样 可能也有带小学二年级三年级 每个家长的经济能力不一样 但是通常 我们看到的是每一年的暑假 在我们过去的资料库里面 小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 对 最容易出国 或者是国中毕业的那一年 就爸妈就是要一要 对 就是有点转大人 就是鼓励一下 对 慰绕一下 对 就说 对小朋友来说 我们觉得在这个部分 比较 我们看到的数据比较多 所以 基本上 在每一年的暑假 我们都会针对 暑假的家族旅游 因为有时候可能是两代 很多 也有三代同堂的 我们都会安排 特别为他们量身定做 只在暑假销售的商品 而不是说 把平常的商品换一个 换一个名字 它就叫清产 我们必须考量 第一个是安全性 就是这个行程的安全性 够或不够 然后必须考量 就是说 它会不会要有 它会不会有太久的 坐车子的时间 因为毕竟可能 有大有小 在这个部分 尽量定点 我们都会 可能没有 如果没有办法做到 当然不一定可以 做到完全定点 但我们都希望 就说在行程安排上面 可以不要长途的拉车 避免 小孩会不耐烦 第一个小孩会不耐烦 第二个就是 还是我们老人家 上厕所 我们希望就说 在这个部分 提供 就说我们依照 我们看到的年龄层的需求 来做行程 那在整个暑假的家族旅游里面 不外乎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主题乐园 主题乐园 主题乐园是大家爱 学有小朋友也爱 那家长也 小朋友爱家长就爱 有些大人也爱 有些规模也也爱 是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最重要的是主题乐园 对 那第二个主要 第二个部分我们 呃发现 就是我们会规划进去的 其实是生态 生态旅行 是哦 对 生态旅游 是生态旅行 因为呃 有题目 对 就说 小孩可以教寒假作业 对 暑假作业 对呃 家族旅游来说 可能呢 除了呃 就是 对 就是进行一些 生态的导览 或者什么 对呃 有些家长来说 他们会觉得 其实对小朋友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 所以就像 有学习 对 像我们今年暑假 卖得很好的 就是到 呃 冬奥 墨瑞顿海豚岛 哇 还要去离岛啊 哦 OK 但是他的设备很好 到那边你可以去喂呃 野生的海豚 嗯 因为他就是一个 海豚的渡假村 嗯 您了解 就墨瑞顿 然后呃 他也可以去划沙 嗯 划沙 就是 就像 在那个岛 在那个岛 还有沙丘 那你可以 那个 划沙 这样 就做一些呃 这样子的生态 然后在 黄青海岸 可以看大嘴鸟的喂食 在那个港口 其实呃 就是生态旅行的部分 就是呃 第二个重点 对 其实就是生态旅行 那我都没有想到说 去澳洲 没关系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 再跟继伯总经理讲 刚刚讲到主题乐园 生态旅游 其实不止了 还有别的 带回来 嗯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可乐旅游的总经理 李继伯啊 我们聊的是可乐旅游 在今年暑假 针对亲子家庭啊 或是家族旅游啊 他们规划了哪些 特别的行程 上个阶段李总跟我们讲啊 这个有主题乐园是一定的 因为他们在主题乐园啊 去做包场 经营这个场域 做得非常成功 而且他们会会置入主题哦 会置入主题 这个主题会根据市场的需求 去设计 比如说呃 过年啊 要怎么 让大家怎么样 在那个地方过年 比如说到了暑假 这个亲子家庭 他们比较喜欢玩什么 看什么 上个阶段就聊到 在澳洲 他们今年 有推澳洲 针对亲子家庭推澳洲的行程 而且不只一条 对不对 是 OK 呃 像我们刚才讲的主题乐园 对 大家都可以做 对 可是我们呢 在呃 为呃 暑假的家族旅游 呃 考量的时候 我们在想 但我们可不可以做的跟别人不一样 对 所以说 就是要不一样嘛 就是可不可以有一些 那一些独家 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让呃 跟着可乐旅游的呃 消费者 他会觉得 诶 我比别人好一点点 这样子 啊 所以说其实我们 还有价格也不能贵 是 所以我们在过去呃 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在疫情之前 其实我们就尝试着跟 不同的主题乐园 试着做一些 呃 独特专属于我们的客人的行程 所以我们就 这个 跟主题乐园 像我们跟环球影城 就做了所谓的呃 台湾的包场派对 也就是说 这样是多少人啊 呃 我们一场 大概我们 包的人数 大约是两百人左右 哦 那还好 不会太大 不是太大 这样子 因为呃 还有安全问题 对 就说 我们必须考考量 因为是大朋友加小朋友 嗯 所以说呃 我们的呃 环球影城的 呃 的包场派对 我们通常会在呃 中午进行 然后进行的时间 大约是两个半小时 在那 那个地方 因为在 很大嘛 乐园里面 乐园的什么厅 宴会厅 宴会厅 他们有很多个宴会厅 那我们就包其中一个宴会厅 嗯 那呃 就会有像呃 史努比啊 小小兵这些呃 环球影城的卡通人物 然后这个在 在这个派对的 派对的门口来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进场 然后还可以跟 排场就排不完 可以跟这个 这些呃 结果进场拍照 拍了一个钟头 然后呃 进场之后 我们会在这里面会安排呃 餐食 也就是说 你 你在呃 这个主题乐园里面玩 你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 也不用去呃 美食店去跟人家挤 我们就在这里面吃吃住餐 哦 饱费 对 然后还会有呃 影城会安排呃 节目的表演 哦 会有一些歌舞 这些卡通人物的表演 然后 这个是平常没有的 这个平常没有 就是 你要去包才有 哦 而且这些内容 呃 这些内容也是 诶 可听不懂啊 嗯 会不会听不懂 那上面在 讲日文 诶 但我们会有 那个导游 如果他们 呃 消费者有需要的 我们会帮他们做翻译 但是基本上 歌舞表演的部分 尽量减少 唱歌跳舞 对 啊 跟语言没有关系 OK 小朋友看的开心 比较重要 那还会有抽奖活动 那如果是有需要跟呃 这个呃 入场的呃 这些消费者沟通的 会有中文翻译 哦 会有中文翻译 有考虑到这些 那所以 你们今年 对 包了几天 几场 我们今年呃 七月包 八月 七月八月 总共大概包了八个 十个场次 十个场次 目前只剩一个场次 啊 哈哈哈哈 那你来干嘛 没有啦 开玩笑 这个这个主题 呃 只剩下一个场次 哇 很成功了 八月底的 所以听众朋友 他们八月底 只剩八月底了 这个这个 有兴趣的话 你要你要 上网去查 赶快 因为 因为每一年 我们都跟环球 每一年的 我们已经跟他做了 合作了一阵 我请问 会不会有来过 然后第二年又来 我们每一年的节目不一样 对 我是说会不会有 重复的 就说去年我跟我爸妈 已经来过了 今年我又想去 有 有 有 因为就是有人很喜欢 但是基本上 其实我们每一年的节目 都会重新调整 而且这个节目 都是由我们公司 跟环球影城参与 然后我们讨论 这个流行要怎么进行 这样子 他们也很尊重你们意见 对 就说大家 他们会尊重我们的意见 让我们共同去策划 这个节目的内容 所以其实每一年的版本 都有一些若干不一样的地方 那除了我们跟环球影城合作 其实在过去 我们也跟香港的迪士尼乐园合作 我印象是这个 我们跟香港迪士尼乐园 我们通常会跟他合作在寒假 为什么 因为暑假我们就会坐在 暑假去日本 那寒假我们就会坐在香港 因为香港的 去香港迪士尼乐园 他天数可以短 而且老实说 因为天数短 他费用也比较便宜 因为每一个消费者 可以负担的状况不一样 对又近 因为近嘛 那通常在寒假 我们就会做更大场次的 我们通常都会做千人的保场 在除夕那一个晚上 迪士尼里面有三个饭店吗 对 但是我们是在园区里面的大宴会厅 我们会做千人的保场 而且我们也做了很多年了 而且每一年的主题也都会不太一样 寒假哦 寒假你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也有个二十三十天吧 对 我们通常只做一场 真的啊 对 就是除夕那一场 好聪明 就是 就到那里过年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其实从海外过年 他们想不留在台湾过年 那或者是 可能他很想出国过年 可是呢 他预算可能有限 那短天数的香港 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而且老实说 而且 所以说今年我们也跟香港 迪士尼在规划 寒假的部分 请问一下 哦今年已经规划 对 已经在规划 已经在 应该差不多了 所以今年的新年会 过年最重要的是团圆饭 年夜饭 除夕为辱啊 是 那你在那边吃什么 我们在这边吃的不是中式餐 西餐 我们吃的是西餐 因为迪士尼中也没有办法提供中式餐 所以吃西餐 也是 perfect 呃 对 但是因为 他的很多 他的餐点都是有他的餐厅出来的 他很多都是卡通人物的造型 那个部分 中餐 没有办法做 但是他 没有没有 我们可以蔬果丢啊 对 那所以说 通常我们在安排 这样三天两夜的行程里面 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一餐 吃中式 有炉的感觉的餐 啊 来弥补 那天晚上没有围炉的感觉 所以你设想还是很周到的 很周到 因为呃 迪士尼给最大吸引的地方就是 不 可是你不可能 一个中餐吃中式的围炉感 可是那个中餐 也是在宴会厅吃 没有 我们会在外面吃 哦 到外面 可是外面一千人一千人要怎么拆开来 分散来 分散吃 有的吃这一天 有的吃这一天 等会分散来吃中式的餐 让大家有新年 因为呃 中国人嘛 呃 对不起 华人 呃 总是呃 吃 呃 是圆桌才有唯一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安排 那会并桌 呃 因为没有 没办法 不一定 因为呃对 因为我们会安排 可能是呃 香港的盆菜 哦 那很贵啊 那很贵啊 但是很特别 而且呃 除了有围炉的感觉 而且很有香港的地方特色 盆 盆菜怎么来的 你知道 盆菜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 皇帝落难 哦 是 在九龙附近啊 落难啊 你知道 到了民间啊 那他旁边的大概 不知道是太监 还是侍从官啊 拿了个木盆子啊 哀家哀户药 然后就一层一层叠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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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十几层 那每一家听到皇帝来就把家里最好的往里面放 所以那一盆里面都是都是高级的东西 听说这就是盆菜的油 这就是盆菜的油 因为我觉得是很有香港的地方的特色 因为呃他就是香港独有的 而且呃又有很有 呃我们过年要大家一起 台湾这几年 台湾这几年年菜外卖啊 除了除了这个年菜天王叫佛跳墙以外 是 第二第二受欢迎的就是盆菜 那为什么因为 盆菜很贵哦 对 哈哈哈哈 但是很特别我觉得其实基本上 因为平常你不太吃得到 对对 所以我们就会在呃设计上面就会有一些呃不同的想法 很好 然后满足呃每一个不同的需求 蛮厉害的 这样子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是寒假过年了 现在提前预告 是 回来 是 暑假你们还有什么特殊型的 除了环球影城的包 包场派对 嗯包场派对 因为老实说了今年暑假的部分呢 其实冬季迪士尼还有新花样出来 是哦 就是梦幻全乡 全新推出的主题园区梦幻全乡 那你们怎么去创造你们独家感 呃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困难 就是呃可能就是一定不一样 但是我们呃会 我们呃可能会我们做的部分 就是呃我们可以让消费者选择 因为呃呃这个全新的园区 它是开在海洋迪士尼 嗯 那呃东京有两个迪士尼 东京迪士尼跟海洋迪士尼 那我们在过去呃在团体的行程里面 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迪士尼为主 对 呃不选海洋 对 但是在呃暑假的时候 必须 我们就让消费者可以选择 因为他 哦 开了一个新的远区 你可以二选一 嗯 你选择要去呃东京迪士尼 或者是海洋迪士尼 你我们没有办法说 我选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你给我一个呃 票券 折扣票券 哦 因为他两个乐园都要独立 所以我们也有推出双迪士尼的 哦 就是一天东京迪士尼 玩到宝了 一天海洋迪士尼 那因为他这个全新的园区呢呃非常大 因为他有三个主题 就是包括了呃魔学奇缘 啊 还有这个小飞侠 嗯 还有一个木 是什么 就是有三个主题 这样子 但是呢 以以 他六月六号 其实一天也玩不玩了 玩不玩 而且 以他开幕的状况来说 呃排队 很久 可是不是还有 迪士尼他们不是还有一种这个 快速通关卷 对 对 要加价够就是了 嗯 他 他不卖 这不就是他的目的吗 对啊 哈哈哈哈 那那怎么办呢 呃 你就协助 如果 我们可以带走 我们可以带走 因为如果呃 你要去抢这些热门的进去的话 对一定要 如果你 不买快速通卷的话 其实恐怕进不去 不要要一早就去啊 我们一定是一早就去 可是别人也会 大家都一早就去 因为我想着要一早就去 大家都一早就去 但是因为呃 东京的 东京迪士尼乐园的 就是有 他独特的氛围 那个部分恐怕是其他乐园 没有办法取代的 哦 而且呃 对呃 去日本的人来说 就说 哎 其实日币又新低 才 对对对对 其实在日本的消费 本地的消费 其实对呃 台湾的消费者来说 他会觉得很划算 很划算 所以那因为东京迪士尼乐园 这种团你走不走 导游啊 他走不走领队 我们都会 还是会上 我们全程都会有导游 OK 而且我们的呃 去 如果是去乐园的团 嗯 我们的导游一定都会先带半天 就是带着你们玩 哦 消费者可以 论课 论识环境 对 旅客可以选择 我都要自己玩也可以 但是不一定每个客人都 对 都懂得自己玩 对 所以我们通常进乐园 论识环境 因为这样的安排可能对呃 家庭旅游也比较好 对啦 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会带半天 对 就是以防止就是有些 连排队一起排这样子 当然 我们会先带去带去比较不热门 就是排队 不用那么久 不用让他们玩一些 然后再告诉大家 这样子 所以因为呃 这样的安排可能对消费者 对呃 可能 没有 自主性没有那么高的消费者来说 会是一个比较贴心的安排 有道理 要不然这个我是很 哎呦 时间好快 我们再进一段过来 待会来 我们继续跟这个可乐旅游的总经理啊 李继柏聊可乐旅游 针对今年暑假的亲子旅游市场啊 他们做的一些特殊的安排及规划 还有产品特色 前两个阶段我们忘记了 我们有准备了 我们有准备了这个图片啊 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看图片啊 呃 更有这个临场感 所以我们就 滑图片来说了 好啊 好不好 这哪里 这个就是呃 环球 日本环球影城的包场派对 的会场 节目是这样的节目 对 但是每一年的 我们每一年包场的节目 我们呃 这个包场派对 我们寒假暑假都会包 呃 这个是呃 去年暑假的照片 好 每一年的节目都会做 都会做调整 对 而且它的设备其实很好 它的设备很好 而且呢 呃 这也是少数环球影城里面 有空调的地方 啊 哈哈哈哈 舒服 这里博热 啊 舒服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两个半小时 OK 还有呢 嗯 这怎么划怎么跑 哦这个 这个呃是呃 海洋 长龙海 长龙海洋王国 啊 在在哪里 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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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龙海洋王国 呃 其实 但是因为呃 目前 你们有设计这个行程 没有 呃 就是机家酒 OK 好特别哦 然后它非常特别 而且 它有针对小朋友啊 就说可以在这个全世界前五大的水族箱前面露营睡觉 过一万 这个最早是台湾人发明的 是 从屏東海深港 那现在 那它也学了 对 然后现在 现在台湾已经有两个地方了 是 然后桃园的也可以 啊 你说桃园的那个呃 那个那是什么 对对 X Park 它也可以 而且而且它的那个 嗯 睡眠的设施哦 嗯 很棒 是 它不是打地铺那种 是 它它它有 有那种 那种很棒的床啊 是 有床垫的 对 不是床垫 床 床 对 很好 对 很高级的 是 好了 这个这个 因为现在现在团不能 政府还没有完全开放 这个是滑雪 这是去哪里 这个是滑雪 冬天 像这个就是呃 迪士尼的夜间的游行 哦 OK 迪士尼乐园的夜间的游行 因为呃 大家都知道迪士尼 就是 不管迪士尼乐园 或者是环 环球影城 这些呃 国际性的主题乐园 他们的夜间游行都是 都很热闹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而且最重要是很好拍 是 对不对 他们是给大家 是 哎呦 对 这个是环球 这个是环球影城 白天的游行 又是游行 对 通常游行会有分白天跟夜晚 哦 OK 哼 这个是 大象 清迈 对不对 嗯 像我刚有跟姚姚的报告 就说 其实我们在推荐呢 呃 家庭旅游的过程 其实除了主题乐园之外 生态旅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对对 那像去清迈 像这个大象 有善营 就是帮大象洗澡 然后跟大象一起就是共处 这个 我以为是 特别的体验 拉来 剥水节勒 不是 啊 对 也算 帮大象洗澡 嗯 因为呃 呃 泰国是 对大象是一个非常尊敬的国家 呃 做成再生紙 暫時沒有保館 它可以做成容器 就畫畫可以畫 然後可以做成圖畫紙 你看這真的不一樣 我30年前去青脈 那個時候是 大象在做娛樂表演什麼 那很多的動物環保團體 就覺得你這不可以啊 因為你要給動物權利 你不能利用它來做這個那個 所以整個觀念改了 就變成一種生態保育的觀念 對不對 它是從生態保育的角度去出發 然後成立這樣一個地方 來保育這些象群們 然後也透過這些相關的活動 讓遊客知道 對 所以這個是青脈的象群 那這個也是泰國的部分 就是泰國的 你知道泰國現在非常多 那個網紅要跟長頸鹿拍照的動物園 現在泰國每個動物園 在哪裡啊 在那個 網紅 北壁府 不是這長頸鹿 是這是長頸鹿 辛苦喔 它沒那麼高 一直蹲著頭來陪你 而且還可以站在吉普車上面 我們安排站在吉普車上面 然後有幾隻長頸鹿跟你一起拍照 就不用去 不用再跑到非洲了 像以前要到非洲五霸嘛 是 泰國現在最流行的 就是以前呢 它其實只有在北壁府 可是現在 北壁府可能距離稍微遠一點 可是現在呢 在大城 在塞福瑞 它都有安排這樣的互動 所以你們有排這樣的行程 有在暑假的時候 像東南亞的泰國 我們就會排這樣的行程 而且到貴河去 我們會住帳篷酒店 親子的帳篷酒店 很特別 而且晚上就是營火晚會 然後吃烤BBQ 真的假的 這我都不知道欸 針對親子的部分 因為 而且它除了可以跟長頸鹿拍照 其實它還有其他 各種各樣 跟一些比較小型的 草食性動物餵食的這些 也就是說跟動物的互動 在泰國都會安排進去 而且不是只有跟動物的互動 我們我剛才有說了 其實還可以去看二次大戰的 這個貴河的天道 會坐一小段 那個懷舊的火車 會坐一小段 導遊會說貴河的故事給大家聽 而且我們在那邊 還會安排住帳篷酒店 好棒 對 這哪裡 這個就是我要跟大家接 傳說中的復國島 我們有說就說 其實海島度假不一定不適合 海島度假也可以玩得很家庭的感覺 因為今年我想最紅的非復國島 對 不管是真面的消息 我想去 我覺得復國島 聽說那個地方奢華旅遊 是就是說可能段階一直以來對海島的想像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曬太陽 不喜歡玩水 去海島就很無聊 可是復國島完全顛覆了這個想像 它是一個比較 你去了 你自己去了沒 我去過三次 很愛很愛對不對 它非常 它非常適合將你度假 因為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海島 它有主題樂園 像雅拉哥現在看到的或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它的珍珠主題樂園 它在北復國那邊它有一個非常大的珍珠水路主題樂園 而且它在這個主題樂園裡面還有全世界最大的海龜造型的水族館 海龜造型水族館 它的水族館的照片 我們有 我們看看有沒有 應該沒有 這個就是復國島的全世界最長的跨海纜車 它單程要坐25分鐘 而且它的 它的cabin啊 這個纜車是透明的 是 而且 天啊 而且它有的 有的車廂 下面也是透明的 如果你膽子夠大了 我不行 我不行 我腿軟 那因為它單程要坐25分鐘 但是你可能會覺得 坐這麼遠 它非常非常的穩 它非常穩 只有在經過那個中間的那個要 咚咚這樣子 但是其實它全程非常 越南是全世界最會坐纜車的國家 怎麼可能 是 我的印象不是 那是哪一個 瑞士 瑞士跟義大利 可是越南坐的全世界最長的纜車 全世界最大的纜車 而且還 因為像在夏龍灣的纜車 也是這家公司做的 可是這個公司 是 應該是歐洲公司 我在猜 是越南的公司 太陽集團 真的假的 它底下的 太陽太大了 太陽 你知道太陽嗎 對啊 富可敵國 哈哈哈 對 整個富國島 一半是太陽集團在經營 另外一半就是珍珠集團在經營 哇 所以說是兩大財團 把整個富國島經營的有聲有色 像纜車 這張照片拍的好美 對 然後這個部分 它到了香島之後 香島還有一個主題樂園 是 就是島上還有一個樂園 還有一個樂園 它就是有點像八仙樂園 有很多很多的花石 水上設施 水上設施 而且這個是縣港 就是黃金佛手 就是黃金佛手橋 這個也是太陽集團做的 所以不是 他們還蠻有創意 就跟主題呼應的 太陽集團最會做的 就是造一個 造一個 一體性的標的物 像這個佛手橋 像富國島 它蓋了一個親吻之橋 它是這樣子 好像是一個佛手 然後頭在另外一邊 還有一個頭 大家都沒有拍頭 只拍手 其實這個橋 還有一個佛頭 然後基本上 其實它在 所以它在富國島 也做了一個親吻之橋 已經完工了 非常厲害 一個嘴唇 800公尺 它就是橋的左右兩邊 400公尺 400公尺 到中間 這兩個 這個橋沒有接在一起 留了30公分 幹嘛 讓 你跳過去啊 讓左邊跟右邊的 不管是 爸爸跟媽媽 男朋友跟女朋友 或者小朋友跟小朋友 可以拍親嘴的照片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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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30公分 30公分沒連起來 還是危險啊 喔自己有個照片 啊 他們他們會他們會對他們都有唯一 哎呦有有有有有有有看得到看不到 是看得到喔 OK哇欸不是不是那要不要走過去啊 不要啊可以可以走過去 不是就我跟你講 我沒有走過去就是你必須原路回來 對他兩邊沒有連結對不對 對一邊一邊我腿兩邊沒有連結 我腿還是會軟是不是 你會不會啊我會我懼高 我也是啊我跟你一樣 我這樣看我就軟了 哈哈哈哈 哎呦真的 就是我覺得他他太陽集團很厲害的就是 他會造一個充滿話題性的 話題衝擊性的標的物 而且特殊體驗 對 太厲害了那題目太厲害了 那像這個呢 這個是這個我覺得 就是在中越縣港那邊的他們傳統的竹筒船 竹筒船 像一個碗一樣 對對 他是竹筒 就是竹子的材質做的 像一顆碗一樣 這比較像閨蜜旅遊啦 這不是 對 這不是親子啦 這個還好 這個也是富國島對嗎 又是富國島 嗯嗯嗯 其實富國島我覺得我很推薦 那個是冬奧的大寶礁 這個是去冬奧了 對 顧倫冰野生動物園 因為冬奧就是 欸 袋鼠有兩種你知道嗎 袋鼠有哪兩種 會打架 Tangaloo跟Wallaby 種類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一種體型很大 一種體型沒那麼大 我只知道袋鼠有兩種 一種愛打架 一種不打架 對 就打全喔 可以給他帶全體手套了 好啦我們進一段廣告 繼續跟可樂旅遊的發言人喔 總經理 總經理就做發言人 你看 李繼伯 聊他們設計的這個 針對寒假做的這個 親子家庭的旅遊行程 他們今年非常多啦 除了這個 大家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日本以外 他們還有這個 你看東奧 東奧也不只一種 就澳洲 也有 也有特殊的行程 去黃金海岸 去黃金海岸的樂園 對不對 也有 都是主題樂園 以生態跟樂園為主 OK 然後他們也有去 越南復國島 欸這個是 這兩年最熱門的 非常多的人都 想去的不得了 而且包機行程 拼命往那裡塞啊 是 對不對 現在 你們有包機啊 我們包了新譽 唉唷 台北新譽 那除了 其實台灣 消費者想要去復國島的話 台中也有直飛的包機 你們也包 我們沒有包 但是我們有做 那高雄也有 高雄市樂主 OK 都有包 都去復國 我們都有拿 都有賣 你們都有賣 都有賣 而且其實 如果你做直飛的包機 到復國島 免簽證 你就不用辦簽證 很輕鬆 對 那這特權 是不是 有一點的 就不用簽證 這樣子 而且復國島呢 就是說 其實 符合了所有年紀 不同年紀 我覺得復國島 零到九十九歲 都很適合 都可以去 都很適合 因為它有多樣性 越南 日本 澳洲 韓國也有 韓國的樂園 那個也是 你們也做 是 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如果你還在計畫 就說希望想要暑假 帶小朋友 出去玩 但是你預算又不是太多 我推薦大家去韓國 是一個很不缺弱的選擇 我們今天中午十二點會上架 韓國五天四夜 有去愛保樂園夏季的潑水節 然後他還有兩個晚上住五星期的酒店 一個人只要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元 你要被罰錢了你 不能講家錢 起 重點是因為要給家族旅遊 所以他不進人生店 也不進肝要 我要問的 同樣是主題樂園 去韓國的主題樂園 跟去日本主題樂園 你覺得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差別在於 價錢 真的嗎 不是啊 設施應該也有差吧 不一樣 我想日本的主題樂園 主要的都是國際性的主題樂園 比較新比較大 國際規格 那韓國的主題樂園 不管樂天世界 或者是愛保 其實他就有點類似台灣的一大世界 一大世界 就本地的主題樂園 其實愛保的規模也很大 他也老字號了 非常大 因為他非常大 而且他的夏天 他都有針對 他每一年的夏天 他都會推出 夏日限定的潑水節的祭典 他們在下午的時候 會有一系列的遊行活動 然後可以拿水槍互噴 就是防泰國的潑水節 這種潑水節 因為很熱嘛 所以說可以大家跟遊客做這樣的互動 那韓國的主題樂園 就是屬於本地的主題樂園 雖然它是本地的主題樂園 可是其實愛保樂園 其實也是全世界大規模的主題樂園 所以韓國的樂天世界是全世界最大的室內主題樂園 室內的部分 它的佔地其實是最大的 所以說其實韓國的主題樂園 有韓國主題樂園的樂趣 那他可能跟國際性的主題樂園 他們是走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路線 而且老實說而已 解封 如果以今年來說 唯一一條線路 其實現在暑假的價錢 低於 2019年 2018年的 就是韓國 因為他機位的供應太充足 恢復 恢復太快 十家在多 十家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是 李總只是在暗示 不是 民視 民視 反正就是 飛機飛越多 班次越多地方 它的價位 為了要競爭 所以價位 我們就可以挑到相對划算 是 就是CP值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想 市場就是一個供需的問題 供應充足 它的價位就會更穩 對 那如果 需求太旺盛 供應少 那自然它就會 對對對 水漲船高 是 所以說其實 如果大家 還在 老實說 一萬五左右的價錢 在台灣玩 可能都玩不到什麼 可是你可以去韓國 最近最近 最近在網路上 被討論 就是說 去國外都比在國內便宜 哎 這是怎麼回事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大商國內 對對對 所以國內 我覺得其實 看 片面 這樣說 其實對國內業者 也不是很公平 因為台灣 就是一個週休的市場 對了 我請教 你們也有國旅 對不對 是 國旅有沒有團 國旅 有團 有團 離島 那你們針對 親子家庭 的國旅團是什麼 暑假的部分 其實 有嗎 離島的部分 我們做的 就是那個 澎湖 澎湖 就是澎湖 OK 但是 他很 我很 他很難界定 就是說 一定是親子 OK 就是有喜歡 有喜歡的 他可能就覺得 他可以接受 他比較難 特別界定 就是說 這個就是親子團 但是我們提供 提供的國內的選擇 對對 也是很多 如果是跟團的 我們有澎湖 有金門 有馬祖 離島的 離島的部分 這樣子 馬祖漂亮的不得了 尤其是藍眼淚的時候 馬祖其實我覺得很漂亮 對 尤其是秦碧村那邊 對對對 有人說那個就是 就有點像希臘了 是 而且 其實有很多 可能 外地的年輕人 或者是返鄉年輕人 其實都在那邊 在那邊做文創商店 是 有些那個店 我都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台灣有很多 我們露了哪裡 你看我們剛剛 我們講澳洲 日本 韓國 越南 泰國 剛剛帶到了 還有我們還露了哪裡 其實今年還有一個 很受歡迎的地方 可能大家沒有想到 其實今年的新馬 在暑假的時候 非常受歡迎 大家可能覺得 為什麼 因為新加坡有環球影城 馬來西亞有樂高樂園 所以它就組成一個 雙樂園的行程 新加馬 去兩個地方 去兩個地方 因為它 其實不 因為 馬來西亞的樂高樂園在新山 新山離新加坡 其實很近 就過個關就到了 那它並不會拉到 拉到吉隆坡 沒有 它就是在新山 然後在這邊 這樣周圍走一圈 而且因為樂高樂園 其實還蠻適合 比較年齡層低的 小小孩 小小孩 那 新加坡環球影城呢 小小孩 跟再大一點點的小孩 也可以 因為它沒有 沒有像日本環球影城那麼刺激 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新鮮 雙國雙樂園 雙國雙樂園 其實今年的暑假 非常多家長選擇帶小朋友去這裡 而且也賣完了吧你們 還有 還有 因為它的機位供應比較充足 而且新加坡是一個令家長放心的地方 不管清潔度 安全度 而且飛行的距離也不會太長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 家長在考量的時候考量的重點 所以今年的新馬 雙國雙樂園 其實在今年的暑假非常受歡迎 對 而且我覺得好聰明 我覺得那個投資人根本就是 故意 故意投資在新加坡邊境吧 我覺得 是 對不對 對 而且樂高樂園其實除了 樂高樂園的一些玩具 其實它還有 它還有 在去年它還推出了一個新的樂高水族館 也是用積木堆成的水族館 怎麼可能 它真的用積木做成的 也很漂亮 大家有空不妨去試 積木堆成水族館 在樂高樂園裡面 它還有幾萬片的樂高的積木 讓開放 讓小朋友可以自己動手 自己動手做 所以其實還蠻適合家庭的 就說爸爸媽媽的小朋友 而且老師 因為今年的整個新馬的票價 並沒有非常貴 所以其實價錢也還蠻平易近人的 OK 大概三萬出頭左右 因為家族旅遊都不能走購物的 這個是我們的原則 真的嗎 我們的原則 真的嗎 家族旅遊 家族旅遊帶進去購物店 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也就是說可樂旅遊所有水價 針對親子家庭設計的行程 完全沒有購物 是 哇那那個 領隊很討厭你 會不會 不會啦 我開玩笑 真的啊 我覺得這是負責任的態度 因為這是一個季節限定的行程 對對對 那因為對象 TA很確定 明確 那不應該安排不適合他們的東西 太好了 禁電這樣的東西 其實並不應該在家族旅遊 我們自己覺得 那譬如說像新馬部分 我們就不會進 本日本不一樣 日本你不帶我去 我也罵你 不是 匯率這樣子 你不排 你什麼意思啊 是 就是說 譬如說像泰國 我們也是 不去的 我們也不進任何 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公司所有的泰國行程 都不進 真的假的 真的 怕麻煩 怕糾紛 哦 那與其這樣 就是說 就不要 市場還是有進電的行程 那它可能會比較便宜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會認為 就是說 這個品牌的責任 反正就是 就是像我們不進去了 反正 反正就是 疫情之後 我們就走這條路 太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負責任的 而且就是 一分錢一分貨 是 就是說我們可能 或許我們會 遺失掉 某一個客群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這條路 可能才是真正的 正常的路 對 而且它的利潤是穩定的 而且它可以走的 而且它可以走的比較久 嗯 對 那事實證明 其實 成功的 對不對 嗯 應該是成功的 我覺得這是 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要大家認同 是 好啦 觀眾朋友 還有聽眾朋友 我們節目時間 又到了尾聲 可樂旅遊 他們在暑假的時候 因為暑假市場 這個就是難得 全家一起共有時間 一起出遊的時間 所以市場上有一些旅行社 他們就是把既有的行程 換個標籤換個牌 然後就賣了 但是可樂旅遊 他們不是 他們就是針對親子家庭 這個課程的需求 特別去量身訂做 然後打造不一樣的行程 那這個行程暑假完了就沒有了 他不是那種一年12個月都在賣 然後國家地區很多 你看我們從頭講一遍 東南也有越南泰國 然後東北亞 日本韓國 然後還有澳洲 然後我還漏哪裡 差不多 差不多 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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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國雙樂園 對 所以這個選擇很多樣了 那疫情恢復了 那不是解封了 大家可以慢慢的去 去去查找 看哪個適合 最哪個哪個地方你最喜歡 因為這個價錢呢 因為國籍的不同 國家的不同啊 那剛剛其實李總有提提示了 有些地方是特別便宜的 那 你想要知道哪裡特別會 重聽一遍 哈哈哈哈 對我不能謊說 今天非常謝謝紀博總經理 到我們現場來 希望下次有機會 來聊聊你們家設計的 比如說 長城線的行程 我看看這幾年有什麼變化 因為你們一直在轉型升級 對不對 轉型升級 希望下次有機會 跟紀博總經理聊 他們家設計的這種 歐洲長線行程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總經理 謝謝 拜拜 春天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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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點 快點 感谢观看